觀光交船罰上面載了約30名的遊客 大家坐在小板凳上暢遊四朝水上隧道 因為在船上無法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遊客們幾乎都是戴上口罩 親民連假除有人潮多 台南四朝也湧入了大批遊客 業者緊急做出應對措施 除了在排隊的動線地板拉開距離之外 交法船上的椅子也會刻意挪遠一點 但還是有人不甩就是不甩 有那個情理他們就逆在一起 我們請他們說保持那個距離 或者是戴口罩他們都不甩我們 業者盡量讓遊客在乘坐的空間 能保持一公尺的距離 但礙於船之大小的限制 沒有辦法坐到近山近美 但會柔心勸導遊客要戴上口罩 就是要開放空間 開放空間 要不要出來走 連假出遊民眾選擇空曠的地方遊玩 台南四朝搭乘竹罰游樹林 是最道地的玩法 不少遊客都來體驗 但因為人多地小 也出現人緊人的畫面 恐怕成為防疫破口 索性九成以上的遊客 都有戴上口罩 做好自我防護 記得台南綜合報導